说佛修大臣 首先你要相信 你要肯定 人没有生死 这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每个人都没有生死 生死是什么 是身体 身体有生死 我没有生死 如果我要有生死 那就没有轮回了 我没生死 身体有生死 身体用的时间久了 不太灵光了 换个身体 这身体不要了 身体死了 我没有死 你明白这个道理 知道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 那么我下一次换个身体 换什么样身体 总得越换越好啊 不能越换越差了 这就对了 我们愿意换个出身身体吗 不希望 希望我们的身体越换越好 来生到人间来 换一个更有佛报 富贵的身体 如果 智慧稍微高一点 人 我不想做人 我到天上去 天上人 佛报答 寿命长 你看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我们上去 第一层 这是大阶段 不是小阶段 小阶段的很多 讲这个大的层次 四王天 四王天的寿命 先说四王天的一天 又是他 四王天的一天 是我们人间五十年 一天是人间五十年 一年也是三百六十天 它是一个圆州 三百六十天 它的寿命是五百岁 是他们那个地方的五百岁 你想寿命多长 一天人间五百年 我们人间和一百岁 四王天跟两天 再往上去 桃利天 中国人称 玉皇大帝 桃利天 桃利天第一天 是人间一百年 寿命是一千岁 中国号称 五千年 在这个 桃利天 一千年是天的 五千年是五十天的 他的寿命一千岁 一千岁 欲望上去 倍倍增加 所以很多人羡慕 升天 天上佛宝大了 寿命是五佛当中的一个 所以 人要力增上游 要往上去 当然最好的 是到极乐世界 到极乐世界 寿命是五两 是我 真把问题解决了 身天没解决问题 寿命虽然长 还是到时间 寿命完了 还有生死 你还得再去找个身体 这都是四十真相 诸法实相 我们一定要知道 那么到极乐世界 我们今天看到 经本上所说的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前面 阿弥陀佛献身 为释迦牟尼佛做证明 阿弥陀佛所讲的话 都是真的 不是假的 阿弥陀佛 到极乐世界 你就得大自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时间跟空间都没有了 阿弥陀佛 时间没有了 你可以回到过去 你也可以 静如未来 我们过去是种 深深事实 无论在哪一道 所经历过的 你全都看到了 你有能力 知道过去 知道未来 这个不是假的 我们一般人 在禅定当中 就能突破 空间维持 现在这个问题 已经在学术界 开始讨论了 以前认为这个是 是迷信 是假的 现在 科学家 在做这个工作 台湾大学的校长 他做了15年 完全用科学的方法来实验 是真的 不是假的 小孩 四五六岁的小孩 有一些 能够记得过去 身中的状况 他能说得出来 根据他所说的 在做详细调查 真义务 都不是假的 他跟过去 身中 他居住的地方 他没去过 带他去的时候 这个建筑屋 有一些还存在的 他能指出来 哪个地方 有什么建筑 小孩 第一次去 从来没去过 好像很熟悉 他过去 身在这儿 住过 他的家 他的父母是谁 他都能说得明白 走到他 过去 家里面 他很熟悉 这种案件 已经有几千个例子 只是现在科学界的时候 不愿意把这个公开 这个境界是超物理的现象 他真有啊 现在科学家对这个很热衷 对这个很有兴趣 大学里面 开阔诊 来专门研究这些东西 催眠是属于其中之一 方法的其中之一 透了很多信息 给我们 说明 宇宙非常神秘 非常的微妙啊 不是单纯的 我们无法想象啊 佛经当中 常常用一句话 形容他 叫不可思议 那佛教导我们 依照经上所讲的理论方法 去修行 你自己就能够真的 所说的境界 绝不是虚望的 绝不是想象当中所说的 不是 有真实境界存在 就是宇宙之间 有许许多多不同维持空间 高维持的 能够看到低维持的 低维持看不到高维持 我们地球人 生活在三维空间 加上时间 就称之为思维 思维以上的 我们不知道 他们知道我们 我们不知道他们 禅定溃途 禅定是什么 把妄想 分别执着 暂时放下 这境界就行 佛法鼓励我们 去做事业 证明的这些东西存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